流了四季 天天都更新 今天要來看薩拉森對上斯拉夫的一個對決 那今天呢 有眼尖的觀眾應該發現了 終於把這個畫面拉遠了 我們一開始畫面大概是這樣子 差了 蠻近的喔 我自己玩的時候也覺得蠻近的 但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視野被限制住了 然後我前幾天就問了天空熊 問了問之後我才發現其他人沒有這個困擾 我就想說應該是突醒的問題 然後我就把2019年世紀帝國DLC發布的東西取消了 然後之後 欸 就可以往後拉了耶 當下看到我都傻了 天空熊也覺得他也是第一次聽到這種事情 但是他的圖形卻可以拉遠 所以如果地圖不能拉遠的時候 通常就是那個DLC有BUG 可能重新安裝就會正常了 好 那我們來開始講解今天的比賽吧 今天的比賽是薩拉森對於薩拉夫 薩拉森貿易費用只要5% 就是你貿易買食物賣食物 那個成本會省5%的概念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本來是17買賣嘛 點下那個 欸 交易制度 然後知道好像變升了19吧 好像可以升到19 就到後期的時候最低價是 100食物可以賣到19塊的樣子 不太確定了 很久沒玩薩拉森了 好 那來看一下 4級的木材費用減100 這個超級神 你要升撐寶時代的時候 直接幫你省下了幾乎一半的木材費用 就快到了一半了 就180嘛 那減到80 那運輸船 血量會成雙倍 那詐欲也是兩倍 基本上這個能力阿拉伯用不太到 那我們就不看 還有這個戰闖攻擊速度25% 也不看 那海突的話 這兩個能力是超級好用的 尤其是戰闖攻擊速度25% 哇 這個超級強 好 那駱駝單位生命值加死 那值得注意看 是這個駱駝單位生命值加死 四連阿拉伯奴隸兵 這個也會夾到死地的 所以算是有點相輔相成的感覺 一般的駱駝也會吃得到 所以出奴隸兵 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也要看對對方打什麼 對方打騎士 奴隸兵就很OP 當然對方打工兵 奴隸兵就落散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再來就是狂熱 那駱駝單位生命值加20 哇 你注意看喔 20加死 30B阿 然後加品種 哇 這該不會是 西里果裡面駱駝血量加成最多的一個文明了吧 血量直接加個30 加到爆了 好 那再來看一下這個金罐喔 重配 配重 我記得以前他的能力不是這個耶 我記得他的金罐以前不太好發揮 所以大部分都會去無視金罐 我忘記了 但我記得以前應該不是這個能力的 這個是最近改版才敢這個的樣子 好 巨型頭石機和青型頭石車攻擊力加15% 這也算是不錯啦 但是你到 帝王時代的時候點金罐這個 巨型頭石機可能會有用啦 但是青頭系列 到帝王再出可能 打團戰會比較用到 那一般對決的話 一對一單挑 那配動這個能力 你都也是出給頭石機用吧 但我覺得沒有太標去點這個 因為巨型頭石機多出一台 我就已經贏過這15%了 除非你的巨型頭石機量很多 但基本上你單挑也不能出到這麼多台 所以基本上啦 帝王是不會配這個配動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沙夫 耕田速度提升10% 攻擊免費 然後工程器製造所單位便宜15% 頭石車 弩炮 衝車 還有巨型頭石機 都是-15% 相當相當便宜的一個 工程器減免的一個能力喔 你大概出了三四台 就回本了 大概造個六七台 就直接送你一台原本了 還不錯啦 那再來是貴族鐵騎 這個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就是橫硬的一個 挑盾武士的騎馬版 然後這個螺絲雷寶 幽木採取到40%的城堡和劍塔的石榴費用 也算是一個不錯用的一個能力 那銀貫會點這個 我不確定耶 我不確定什麼時候會點這個實際喔 可能是真的蠻險的時候 想要用寶推 或者是想用城堡 做一個空圖的時候 應該會先剪下這個 然後才開始下城堡吧 不然我印象中這個能力 我看單挑點的人 也沒有到非常多 我不確定這個打團戰是不是會很好用 但我確定單挑不一定會點 有點的時候還是會有點 大概是五五開左右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王家四重 步兵可以傷害臨近的單位 就是一個踐踏效果 但他跟踐踏不太一樣 踐踏是只要你靠近就會有傷害 但是這個四重就是他要戳 或是攻擊的時候 才會有這個擴散效果 而且他不是360度 好像只有正面的樣子 就大概 90度角吧 好不確定喔 那個太細節的東西 我不太確定 好那來 好順便還要講這個王家四重 這個是連戳戳都吃得到 所以你抱一堆戳戳的話 這個擴散能力也是蠻猛的 好 好 再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 兩邊選擇的是 是20 村 上封建 然後以上封建都點了一級木 那一級農田 稍微有點 但薩拉森這邊是選擇不點 確定一下有沒有點 確定是沒點的 好 只有點下一級木 OK那薩拉森選擇是比較 想要 結果剛剛講完就點下去了 還以為他是要省這個75肉 樹上城堡 看來我是想多了 好 那這邊 斯拉科圖還不錯 小金也在自己的領地內 尾的部分也蠻好尾的 然後這邊尾過來 用TC去防守 但這邊可能要再補防守 不然有點太危險 人家繞這個邊邊 TC還有可能會射不到 除非他想像MIPER一樣 秀個一波 蓋個城門 然後敵人就進不來 這邊這個村民會被抓掉呢 但是有織布技術很大量的村民A了上來 應該是不會死 但是趕快把自己圍起來 沒錯 哇這個就是細節喔 這個就是高分段的玩家 都該要會的一件事情 自己的村民圍起來的時候 讓艾隊村民去打前面那隻 那前面那隻肉馬 就是會讓我出來再回頭打這隻殘血 這時候殘血村民一定要先把自己圍起來 這位斯拉夫玩家 真的是厲害喔 繼續看下去 薩拉森這邊 好像 在爆馬 爆了四隻喔 不知道會不會去爆 爆了還蠻多的喔 數量上來說 好那我繼續看下去 剛剛錄影一點中段 我們現在回到北戰裡 那順帶一提 這位玩家是西托 印象中的話 他是法國大將 算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一個世紀帝國的一個玩家 很多大賽也會看到他 那之前有出現在我們的影片中 但我那時候的發音 實在是不太行 那這次有特地去找了一下他的發音 應該是叫西托吧 中文發音應該叫西托 我們用中義來講就好了 因為我的英文實在是慘不能讀 好來看一下這邊 肉馬能不能燒到 欸這裡是不是有個洞啊 沒有 這裡有個樹 想來這裡 應該是還行喔 好來看一下這邊 肉馬 結果我爆馬的是史拉夫啊 薩拉森這邊反而是沒爆 但是出了蠻多的戳戳了 這裡三隻戳戳 大條一隻戳戳再生 要來做防守用的 前壓三隻戳戳 是想來賭 軍來的肉馬嗎 哇 雖然史拉夫重艇有10%的加速喔 但也不必要這樣爆馬吧 這樣會不會生時代生太慢了 而且這邊其實 薩拉森有個小細節喔 就是城堡時代的時候有一個所謂的用狂挖黃金 不買 不彩肉的方式 然後直接用買上 因為薩拉森教育成本非常非常便宜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薩拉森剛改版的時候 那個時候教育成本超級便宜 很多人都使用挖金礦買資源的方式在打 打得相當極限 小公落馬都有特化過的 但現在好像沒有在打那個戰術了 我還確定是為什麼 那個戰術大概是一兩年前的時候的事情 那可能是因為有改版 讓那個交易的成本稍微沒那麼便宜了 所以可能大家就不再用手這個戰法了 那不管怎麼說 薩拉森還是世界帝國威力裡面 交易成本最便宜的一個文明 沒有其他 他就是獨佔科技 這邊再圍起來 唉唷這邊薩拉森細節都有顧到喔 果樹快吃完馬上又再圍了一下 就算他這個也快吃完喔 完全不想給敵人樂和一點機會喔 完了西托對上 這個F1類嘛 這應該叫F1類 那這個KGB應該也是戰隊 但我對他們不太熟 兩位肯定也是實力超厲害的 才會相遇喔 那這邊薩拉森決定要戳上來了嗎 欸沒有 欸會怕 會怕 要不要站個高地 這裡有高地 哇直接走到TC 這裡有洞 哎呀這兩個村被抓到了是不是 啊完蛋了 哇BBQ 直接死一村 這裡還有一村 應該是碰不到 欸唷 隔牆打人 哇這隔牆打人 太狠了 居然還砍得到 哇這邊戳戳被換掉了一隻 極度尷尬 哇剩一滴血 還出的到嗎 他剩一滴了 但他拉走了 所以這邊 這隻應該出到 這邊是想要繞這隻 殺這隻村民嗎 有機會嗎 再砍一下 砍不到 呵呵 他有在扣欸 他把村民往後扣了 沒有再挖礦了 哇他知道這個 他會隔牆打人啊 馬上就去補了一下 那個操作 金瑞金瑞 吸托這個便宜是沒有占到 好我們這邊還是主要講文明喔 怕講文明不太知道是哪兩邊的文明 好OK 那這邊肉馬 會不會繞進來呢 這邊可能有一個衝動 果然 這個衝動被我說中了 有沒有 這個地方實在是有點危險 該危死還是要危死 該下城門還是下個城門比較好 畢竟你都圍到這了 我看 讓人力 跟木頭來防守自己家村民 其實 不太划算 這邊也要被騷擾到 而且這個還沒有蓋好 有點危險 哇這個要爆了嗎 這個緊急修了回來 加里這邊 有點糟糕 但對手加里已經 率先上了城堡時代 落魄都出來了 還在爆騎士了 這邊戳戳的量 真的也是蠻多的 大概有七隻左右 這邊戳到兩下 唉唷這邊的肉麻都殘血了 這邊再打下去 這幾隻肉麻可能也打不出什麼戰果 我就要看一下 唉唷這邊是不是有個洞啊 好像是耶 直接砍了一個洞出來 這邊補的是軍銀喔 當然是要打 因為深城堡慢了的關係 所以可能是要想打 長槍兵喔 這邊長槍兵 斗力按了八隻 但是要按下一級馬砍 可能騎士要去燒了 那家裡是打算使用長槍兵做防守 比較單純的一個戰術 但單純的卻很有用 靠斗力的數量越來越多了 OK兩個兵已經開始在爆 爆斗力 OK這邊能不能打出洞來呢 這邊似乎還在挖 沒有洞 這邊戳出 唉唷戳到馬了 馬戳光 但是送了兩村 兩村死去 倒是這邊有蓋個城門 哇 現在補了 現在才補城門 尷尬 早點補的話 家裡就不用蓋這麼多建築物防守 也不會有這麼發呆的村民喔 倒是就是 要是早知道 就會 蓋城門 哇這怎麼突然硬拖啦 哎呀這看起來都送光啦 生霞一隻肉嘛 可以去探圖了 或是 走在這裡 等那個來撿遺跡的生率 好像也是不錯的 OK長槍兵升級好了 有異攻 那這邊是決定要 防出戳戳 然後按下了一擊伐木 那騎士按了少量的 這邊要補第二個馬舟嗎 喔不是 這邊不是補馬舟 而是補了一個修道院 城堡的重要就是修道院跟TC 這兩個東西 那比較算是 還在練習的玩家們喔 修道院可能使用的不太純手 就是 下的時機可能不太知道 大家都知道要爆TC 但是 修道院下的時機可能就不太清楚 我覺得單挑修道院時機就像他們這樣子喔 你可能有雙打就時貨 然後有一個TC 第二個東西就可以來下修道院了 然後TC的話 村民不會落後太多 然後還可以優先出去撿銀機 跟防守其次喔 所以我個人是蠻看重生女的 但是我自己在打單挑的時候 我卻很少這樣做喔 因為畢竟 還沒有那個習慣 就是要慘生女的那個習慣 但我覺得高手跟我們一般玩家的差距就是差距在這個修道院下的時機喔 我覺得相當精銳喔 這個時機下的好 分數可以提高不多 喔!你看這個 這個僧侶一出來 哇直接打一條一隻騎士啊 哇而且你看這個僧侶 招搶完之後又躲到TC裡 也不怕被漏馬或者是騎士抓掉 然後等CD好又可以再招搶一次 這邊薩拉森是開了3TC 那沒意外的話3TC 然後修道院 就要開始來減移機了 這邊爆了超大量的長槍兵 唉唷這一隻僧侶是想要幹嘛 是沒有看到的樣子的確實沒有看到 好這邊是也似乎還行 但是這個應該是看到了 要來防守了嗎 唉唷僧侶先來招一隻 招得到嗎 另外一隻僧侶要來招一下 嗚一下哎呀完美 招到一隻 唉唷看到後面 有一隻僧侶趕快回頭打 這邊還在翁 哇又翁到了 哇賽三隻僧侶啊 這裡還有一隻啊 總共三隻三隻騎士一次被翁光 好不好 這就是我剛剛才說的 修道院能不能讓人成為 高端玩家的一關鍵 分水裡 就是在這個僧侶的使用方式 跟出的時機點 假如他開3TC再出修道院的話 可能這個 僧侶來不及照 照到三隻左右 這個結果就相當不同了 這也算是一個細節 但也是運氣啦 但是比賽本來就是運氣運氣的 但要做到這些細節 也是算需要長期的練習 才能做得到的 好這邊蓋一個城堡 要來守這個金礦跟2TC 還有石料地區 看起來是沒問題喔 W45隻駱駝直接開翁 應該是翁得到 翁到一隻 欸欸欸欸 翁到了一個怪怪的東西 哇翁到了長槍兵啊 哇看來覺得他翁不到太多騎士喔 選的是翁長槍兵 但也賺 反正他CD好 又可以再翁一次 不虧 這就是馬國分水嶺的地方 唉唷 這裡有個洞馬上堵得起來 不然這個差點就沾進去了 好 第三個TC卡在家裡 腕綿木區的地方 這邊應該是看到騎士繞了過來 小地圖上應該會有紅點 OK 趕快補一下這個漏洞 完美 下面應該是也OK的 沒有洞呢 這邊騎士做不到什麼事情呢 我剛剛說完那個殘血肉馬 果然在這邊巡弱了 要來守這個遺跡 避免讓對手去打 OK 這邊選擇爆出阿拉伯奴隸兵 我的天 好這邊開翁 OK翁到一隻 但是家裡的生率似乎有點遠 只能靠殘血力來防守這個老船 應該是沒救了 哎呀寶豆 直接 死了兩隻生侶 好這邊繞了幾隻落頭 六隻落頭 加上兩隻阿拉伯奴隸兵 看來是要來破門了 要來破這個左邊這個門嗎 阿拉伯奴隸兵 一台血量就有95滴了 然後攻擊力是8加1 然後近遠防 都是0 所以他其實蠻不耐打的 但是打騎士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的造教也非常非常的貴 如果不打騎兵的話就虧大了 所以這邊一定要來抓一下這些騎兵 我這邊有很大量戳戳來了 快跑啊戳到了 哇直接殘血一人一下 是不是戳了三下還四下就死啦 怎麼感覺有點特別痛啊 95滴1滴27滴 這個長槍兵有點給力啊 喔4加2的一個能力 難關那麼痛 好那這邊 三隻騎士 看來又想來搞事啦 我們搞到一點事情呢 而出面就是Rion Rion就這樣 剉 Siren Mark 這裡要 快跑囉 哎呀這個村民 哎喲 看來有沒有躲到 TZ也出來回頭一下 看來沒有問題啊 好 那兩邊 村民宿差距只有兩隻 差距非常的歇尾 好來看一下這邊 喔這邊殺了一隻老頭 有個屍體在 看這個肉馬已經做到大事了 趕快派一個奴隸兵 好這邊中間地圖 Siren來蓋城堡 來守中間這個石頭 順便來控制地圖了 好控制地圖環節 我覺得也是高分段玩家 也是相當厲害的一個地方 普通玩家要控地圖 實在是有點困難 但我發現其實控地圖 也不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只要去其他地方插城堡 讓自己的底液越越大 哇這在砍田耶 哇砍了一下田 只殺了一村 這個殺囉 目前小鑽一村 但是這邊要圍起來了 哇 如果去抓掉這一村的話 你再多殺一村 但是有點困難了 應該是做不到事了 哇這邊 殺生死在是 圍得有點快喔 這個生女是怎樣 這個 這個 這個怪怪的 這個生女怪怪的 這個生女 居然走了一個 很奇怪的地方喔 然後想要來繞 這個是不是要抓到了 哇要被射死了 呃 這個很像什麼 餐廳浮層 突然跌倒了 把他的餐具 丟到地上這種感覺 原來這個老頭是賣萌屬性 我懂了 好那下面還有一個生 還有一個生物 沒有拿 先來來來來 斯拉夫 是兩個生物 大生 是三 應該也是二生物而已 這個老頭 會不會 送掉呢 老頭 第二個老頭 在後面開始 喔 喔那是騎士嗎 對 喔那是騎士 這對老頭了 哇這邊直接變大戳戳 哇直接把這個老頭 捅到塔地上啊 哇兩個老頭 受不了滿身大汗 直接都破街了 哇這個戳得好痛 直接一靠近就蒸發 哇第三個老頭想要來阻止 有種就上我吧 然後他也跟著其他老頭一樣 破街了 都是滿身大汗的結局 哇右邊這個戳戳 就讓海追上去了 我還把右邊的駱駝全吃啦 哇這裡鑽爛了 在左邊的話 看起來 看起來 哇這個斯拉夫怎麼鬼 哇他的戳戳一直在出欸 四兵銀爆戳戳 三房也升了 哇 斯拉夫帝王實在先升好 薩拉森才在升級 這邊差距慢慢打出來了嗎 嗚這邊點一下銀罐了 原來點銀罐的時間 是上帝王之後才點的嗎 然後開始空圖的時候 就點是不是 看起來是 但是還是有些把城堡蓋在外面 不一定 不一定第一個城堡已經燒蓋了假的 因為我的習慣是 會先把 第一個塔蓋 第一個城堡蓋在家裡 防守農田 避免被弱馬亂 但我發現這些高手們 好像第一個城堡都是往外推喔 可是 看這個薩拉森也不是 絕對是這樣子 薩拉森也是決定要守自己的金 他可能覺得那塊區域不好守 所以好像也沒有絕對喔 城堡一定要幹哪個位置 第一個城堡 然後這邊戳掉了三隻 魔力兵 哇這個戳錯的戰果蠻好的欸 但是戳戳跟奴隸兵有一個 攻擊距離的差距 但是似乎並不影響戳戳追擊駱駝 雖然駝駝奴隸兵 被戳到幾下 也是生不如死喔 所以攻擊距離 只有短短那三格 似乎也不是這麼的好用 而且打擊兵好吃力阿 擊兵現在是三防 阿拉伯奴隸兵 一刀 一個飛刀只能打7滴阿 而且阿拉伯奴隸兵也不吃彈道學 有時候走偏打斜色的時候還會打不到 雖然這個距離已經夠近了 已經能打到的機率已經很高了 但是像蜘蛛在移動的時候 還是比較難打到一點 這邊城堡直接下兩個 直接雙堡開 應該要兩個城堡開始出遠頭了嗎 應該是不用 這邊的肉也沒有到很多 這邊木材反而是很多耶 他要50個人挖木頭了 這邊應該快要轉出大量的農田 然後來爆這個 擊兵還是騎士喔 都可以 但這邊騎士的話最好是不要爆 對面是狂全力在爆這個奴隸兵 現在爆騎士就很不划算 這邊就是瘋狂爆擊兵也是個正確選擇 哇這個三寶騎下怎樣 四寶 以石頭減免40%也不是這樣子蓋的吧 直接四寶連蓋 這已經不是在空圖了 這個叫做 當城堡大劍塔被推的 這個叫寶推喔 連環寶 人家是連環塔 你是連環寶啊 斯拉夫 太狠了太狠了 哇直接把這個金空起來 中間這塊也全部拿下來 四個寶 超級難打 那家裡還有一些戳戳戳到TC 哇這邊 擊兵送的普通不養啊 反正我便宜我就會一直送 我不出騎士你就沒有賺頭 你一十五就可以把你戳爛 斯拉夫現在是抱著這個心態 在打這場比賽嗎 看起來是這樣子 還可以追得到嗎 似乎有點困難 腳還是有點短喔 看應該是沒機會 但是這邊 薩拉山要用大量的控制力 去來 唉唷 看這個 脫妥 隨便捅我幾下就掛了 要耗被大量的控制力來控這一群 奴隸兵 實在是有點 尷尬 他不換又不行 要控的話你看 哇他受不了了 終於要躲城堡了 然後趕快用城堡 脫穎之術 趕快從這邊 正面繞到後面來 這算是高端都會用個 比較訣竅 被逼到城堡門口的時候 就趕快進城堡 然後按城堡然後按Z 插起插到後面 就沒問題了 這邊戳戳燒都蠻多村民的 哇這邊稍微被亂到 村民術插軍先來到30隻 阿拉伯奴隸兵的量還是非常大 這邊轉出一些火炮 想要來解 想要來解這個遠頭喔 但是可能是有點困難 這邊也是有戳戳防守 哇他真的是城堡可惡 延環城堡 一路往敵人家裡蓋 哇直接把都修刀院打掉 直接斷金 現在是不是還有一個啊 修刀院 還是沒有了 我看還是沒有修刀院 好OK那確定是沒有修刀院了 欸那這樣子 斯拉夫是拿4個遺跡啦 這邊戳戳還是非常大量 一直都要爆 但是目前的金量跟食物 還不夠去點金罐 這邊還是要以數量為準 數量多 量大就是美 一直出一直爽 這個級兵 好舒服 哇這個火炮 好爽 直接打暗 因為這裡沒有擊兵防守了 看這次進攻 斯拉夫 似乎打不下什麼東西 這邊要選擇一個BD了嗎 這邊擊兵往右邊方向走 看剛剛那一部分 已經知道右邊有大量的村民在挖木 這邊想要 這邊這個居然沒修回來 還一側側就這樣白給了 這邊雙線也是打得還不錯 喔這邊直接要來下寶 快來礦這個石頭 太狠了 太狠了 這邊要打一下 這邊 這個級兵送下來沒關係 反正 斯拉夫已經超過 喔這邊要點王者了 王者貴蟲 王者貴蟲 王者 王家四重 想要念起來怎麼會快點 好這個盡量就是要點王者四重的一個想法 來斯拉夫 終究還是要點的 打護兵就是要點金罐啊 不然要幹嘛 哇這個戳也是戳掉蠻多的弱頭兵欸 這一桃直接白給也沒差 直接在城堡下面開始戳 但是火銅也是拆得蠻快的 欸還是沒有點下欸 看到金罐不點了嗎 點一下吧 擴散攻擊欸 很香的欸 是我一定點 反正錢這麼多 肉也這麼多 200p了 點了吧 哇這邊點鐘頭 點鐘頭還不是點金罐啊 看來還是我比較菜啊 點金罐浪費食物跟黃金 不如點個鐘頭 一樣成本的東西 差不多成本沒有到一樣 鐘頭的實際效率確實更高 打這個弱頭兵 是一整群的 只要找到一發 就直接 心情了 這邊點鐘頭繼續開閘 還是花的水還沒有下 這邊石頭還沒有變燒的 這邊居然還想要開始出貴族鐵鞋 開始下意識知道自己的城堡下太多了 可以玩個個鐵鞋 當然鐵鞋遇到奴隸兵會很難打 應該也是少量出去抓村民 應該不會變成斯拉夫的一個主力 這邊太狠了 還在戳 我們等一下四重 依舊沒有點下 點下二級馬鎧 這邊村民樹 薩拉森 又農了回來 欸他這裡怎麼會有老伯 難道他要私藏修道院嗎 還是這是剛剛存活的 看起來像存活的喔 哇這個奴隸兵 又被戳掉一隻嗎 哇果然又死了一隻 這裡奴隸兵相當的殘血 走過來這個殘寶還沒掉 想要來硬解這個遠頭 應該是沒問題 三台直接 一發 兩發 三發 完美帶走 哇直接在以城堡的眼皮下 這張偷掉了三台遠頭 斯拉夫虧爛 斯拉夫黃金有1000多 肉已經發光了 來點一下這個重型投石車 中頭點了 接下來點重的了 這個重頭一毫 我覺得 斯拉拉森是不是要投降 可是有火炮 火炮解投石車很好用 就要來看空兵了 但依舊事實上是火炮射程優勢的 等到空的好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右邊的斯拉夫鐵齊被解掉 直接一個治理鐵齊 這邊火炮來秀一下 看能不能秀到一台遠頭 看起來沒辦法 畢竟在移動 比較不太好瞄準 不然就是預判 投石車走位的位置了 這邊預測一下 唉唷 差一點砸到 這個火炮還是有在做事的 火炮的壓力 確實給斯拉夫感到極大的壓力 但是這個戳戳依舊怎麼解 還是不知道 農力兵硬解很傷 控制力要只用 不用控制力就會被擺給 用了控制力 其他事情也不能做 滴滴 暴落馬 暴其他單位 也有點困難 看一下兩邊的支援那種 錯喔 沙拉森支援 食物剩下五百 木材也很少 但黃金還有 木材是一千 我看錯 食物剩下兩百 黃金剩下一百 哇已經斷金啦 這邊隨時沙拉森都會有 可能會喊出GG都不意外喔 這邊抽抽中的受不了了 要來直接印上這個奴隸兵 奴隸兵似乎靠這個 伐木場的一個建築物喔 躲掉了蠻多從正面來的 集兵的傷害 還不錯 這邊有一些貴毒鐵器走上來 欸這個火炮 哇這個火炮子也被砸光 三台直接擺給 城堡也掉了 是不是沒救了 對手的投資車也爆了兩台 沙拉森韓人在一起嗎 有點困難 好啦這邊打出了GG 城堡沒了斷金 三排火炮也掉了 沒有超多空間了 確實也該打GG了 野精也被斯拉夫控制喔 哇這邊又有一個連環塔 連環寶才對喔 連環寶 來控住這個金 然後右邊的墓序也被射爛 然後這邊被射爛之外 這邊又繼續蓋個高地寶 整個墓序存活空間都沒有了 完全的趕進殺絕啊 哇這個城堡 連環推也算是斯拉夫的一個特性喔 算是可以打戰術喔 家裡的金都沒有挖 這是有錢到不知道怎麼花的概念嗎 來看一下雙方統計之浪 噢 大聲控兵真的是不錯 這KD只突破連技 3比1 但是 輸掉了比賽 斯拉夫真的就是用經濟黏死對手 跟我們昨天波蘭那片蠻像的 就是用經濟黏壓對手 哇實物多踩了1萬 昨天那個波蘭多踩2萬 我就知道這個波蘭的食物加成 到底有多誇張了 算是十階延長的關係喔 這場打比較短一點 好來看一下飼料 哇飼料也是踩得非常非常的多啊 那木茶也不錯喔 也是有贏薩拉森的 薩拉森算是因為沒有經濟加成的關係吧 所以他的經濟上面賬面都看起來很悲慘 那也只能多多利用貿易這個功能 市集這個功能不是貿易 好看一下時代的升級是18分鐘 哇斯拉夫往往慢了3分鐘 快喔3分鐘就10幾秒左右 但是卻沒有被打出一個很傷的一個結果 反而是出了一對斗力輕鬆手術 然後再用那些斗力升成大吉兵 直接一路打到帝王遊戲結束耶 哇這個斯拉夫這個想法是不是有 以後斯拉夫玩家呢看到對手出路頭兵 不用懷疑吉兵點到底就對了 然後他出戰矛你就出中頭 他出戰矛跟奴兵你就去出中頭砸他就對了 還蠻聰明的耶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差不多該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